我一直在假想 如果现在实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情节 我们反过来 可能问题就不会出现 假设你们俩一起生出了小孩 抚养小孩 在一起就会有沟通 如果你们经历了亲自带小孩 体会了当中的艰辛 这时婆婆在伸出援助之手 你会非常感激的 有一个故事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一个乞丐 每天有一个好心人都会给他十块钱 每天都给 坚持了一年 当突然第二年来临的时候 这个人不给了 这会儿乞丐什么反应 怒了 拦住这个人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了 一切源于说 所有给你的恩惠 非但不理情 你还觉得是理所应当 给你反而是错了 给你就不能给别人 哪来的这种道理 所以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你的问题 还有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老公并没有跟你朝夕相处 他所有做的只是往家里寄钱 对不对 对 你们又是闪婚 闪婚之后有了孩子 你又出去挣钱去了 有谈过恋爱吗 有没有好好在一起 有没有更深地了解对方 有吗 没有 所以呢 我觉得老公啊 如果说你的幸福的憧憬 就是你所说的那样 一儿一女 一夫一妻 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媳妇有媳妇的不对 你有你的补士 这几年就往家里给钱了 你的责任就达到了吗 在家里能够维系好这个家 照顾好孩子们 这个付出的不比你少 反而比你更多 我曾经有一段 刚有生小孩之后 有体会有的时候在家看小孩 真是累 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是一种休息 是的 你一定也有这种感受 对 所以千万别觉得自己挣点钱 给家里点钱 就这么洋洋自得的 好吗 你做的远远不是 所以如果你真是想 达到你心目中的那种幸福的场面 就给我把心收回了 家里的矛盾 什么都好办 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关键是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有没有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曲总